请大家分享一个流传的故事 在古代有一个叫巴勒斯坦的城市 在城中间周围建了一棵墙 用来防止外敌侵袭 在墙里面住的都是一些非富质贵的人 一间皇宫也在里面 而墙外面是那些住不起墙里面 这么贵的地方的穷等人家 地方非常骚髒 他们好像住在垃圾堆里面 有一天 神在天上望下去 看见一个衣衫蓝楼的人 在垃圾堆里面找食物 于是神就动了连敏的心 将他洗干净 和他穿上一件很华丽的衣服 还带他入城墙里面的皇宫 和皇子一起同台吃饭 这个流传的故事 令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的缩影 我们就当城中间围墙里面 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伊甸园 人类始祖阿当·夏娃因为犯罪 被赶出伊甸园 而他们的后代 就要在墙外面那些 恶劣的环境生活 过的贫富 颠倍流利的生活 但是 神并没有放弃人类 祂仍然怜悯我们 神要拯救我们 神差遣耶稣基督 为我们受死流血 透过基督的补血 洗净我们的罪 为我们着上义袍 让我们有资格进入乐园 做天国的皇子和公主 在《旧约圣经》 诗篇第一百一十三篇五到八节 诗人就这样赞美神 谁将耶稣说我们的神 祂坐着至高之处 自己谦卑 观向天上地下的事 祂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 从肺堆中提拔穷分人 使他们与皇子同坐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尚存感恩的心 感谢神的拯救 珍惜自己在天国的 皇子和公主的身份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钟妙龄 欢迎你收听《爱说两分钟》 我们十分期待你的回应 请在下方留言 或者发电邮到 52mtalk at gmail.com 是52mtalk at gmail.com 请不吝点赞美神